冬队 东磊啊 不是说 铜盟军已经解散了吗 那怎么 东磊还不回来啊 爹 我一直在打谈他的消息 我听说铜盟军解散之后 有一部分人 被中央军收遍了 还有一部分 跟了一个叫吉洪昌的人 组建了讨贼军 目前进驻秘密 准备进攻 驻北平的日军军部 赶快把他找回来 别让他再去惹是生非了 是 我一直会 打探他的消息 同盟军 我早就说过 他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怎么样 不幸陪我严重 现在蒋介石 还有那汪精卫 联合发表个声明 禁止一切白日活动 所以我们呢 一定要特别精神 是 爹 爹 来了个朋友 我去见见 去吧 谁啊 老爷 他没说 只说找大少爷 去吧 大少爷 大少爷 就是他赵年 这就是我们大少爷 请问您是 告辞了 中交银行 白银二十两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少爷 大少爷 怎么了 大少爷 大少爷 我弟弟战死都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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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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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怎么走了这么远 还是在小鬼子这一家 不行不行 赶紧喂 现在整个关外都是日本人的地盘 走哪都一样 那咱们就在这等着 等什么时候鬼子撤了 咱们再回北平 走走走 那再等到后年马月啊 那正好 我愿意等 趁着一段时间 我正好查着这 这片山林的风水 看看有什么古墓宝藏啊 你得了吧 你这本书啊 根本不是什么盗墓秘籍 它就是古代墓葬的一本野石小传 你说不识字啊 你才不识字 我也是上司说的人 看见没 这个关墙啊就几个伪军 只要咱们能混进去 一定能端了它 你说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打鬼子的事先放一放 现在重要的是先找到你两个兄弟 那也得先进城啊 打不进城怎么找他们啊 就咱们两个人 胡闹呢嘛你不是 抗着方位啊 咱们应该到了热河底下 日本鬼子占领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 肯定守卫很松细 我估计啊 连枪都不会放 你放心 我有把握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 要去你去啊 把我们要紧的我可不去 真不去啊 不不不去不去不去 我去饶命 我是来吐翔的 快点快点快点 我想去趟多伦 把我弟弟的尸首 寻回来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大少爷 您这一走 老爷他们准起一心 再说了 那可都是小鬼子的地盘 您可不能冒这个险啊 虽然这心上说得很明确 都明战死多伦 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他就这么死我 除非 我亲眼见到他的尸首 站住 站住 你们两个是来投降的 我本来是同盟军 这不跟皇军打仗 战败了吗 我们哪是皇军的对手啊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参加皇军好 参加皇军有饭吃 这是我叔 我是拉他来一块投降皇军的 对对对 我我我 我是他老叔 但不是他拉着我 是我主动拉着他来投降 我早跟他说过 现在是鬼子的天下 你还当什么鬼子 什么鬼子 皇军 什么垃圾八糟的 信不信我把你们先关起来 饿你们三天 你可千万别我关我 别动 钱放下 把钱放下 两位兄弟 好认真 你干什么 拿枪去啊 腰杆给我挺直 老总老总老总 自家相包送您 您拿着慢走 烂葱乱走 老总明白了 来看看我这精选的面料 行 选衣品 下次来 吃点食衣服 好好好 你瞧瞧啊 十二狗子是身皮 穿上劲就好了使啊 我长这么大 才从来没这么威风过 一口一个老总老总的 你有当汉奸的钱呢 那是 当汉奸怎么了 当汉奸 当汉奸 好歹有白面蛮做事 还发工去 你还真当汉奸 第一个逼 开玩笑 开玩笑啊 博士啊 这 这 这已经快中了 我都肚子饿了 找个店吃饭去吧 上哪儿吃去 下馆子呀 下馆子 你有钱吗 咱们现在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了啊 咱们现在是老总了 就凭这身皮 就能吃霸王餐 走走 这身皮是假的 到时候饭店老板 要真跟咱们枪去了 咱们不得露怯啊 那 那咱们 那 那咱也没钱啊 那得吃饭哪 谁说没钱哪 你从哪儿 从哪儿弄了钱呀你啊 你以为人家这身皮 是白穿的呀 那毛家伙 平常没少搜瓜明治鸣糕 对对对 走走走 去那边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二位君严谊的菜齐了 请慢用 这也太香了 我这多少时间 都没吓我王八 走走走 走走走 注意点 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别让人看出破战来 大家听好了 王军有令 咱满中国 现在潜入了共产党分子 希望大家继续配合 发现共产党者 一块有奖 一块 一块 这长 长什么长 就是因为你不长记性 上头上的那头办法了 长官 来 爆头饭呢 对对对 干得不错啊 下次碰到你长官 我让他嘉奖你 谢长官 慢吃慢吃啊 来来来忙你的 来 先拿进去 起初你也是黄蟹菊 来来来来来 小心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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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鱼做的啊 吃鱼啊 干什么呢 你就往这儿一坐 这位长官 看着好看的面熟啊 很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特来问候一下 你认识他 他可是 我也觉得这位先生很面熟 但是我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 现如今 整个东北 都在皇军的统治之下 我看您一定是懂大局实大体啊 靠着给皇军当差吃饭 看 想必将来一定会飞黄疼的啊 来 我敬你一杯 先生过奖了 我也只是暂时 借人家一口饭吃 否则他就饿死了 这文糟糟的 这这那 那你们愿意聊 你们聊你们的啊 我一天一夜没吃饭 我先吃了啊 这里吵吵闹闹的 影响长官喝酒的心情 我看不如咱们一架雅间 我来请这位长官 好好喝几瓶吧 好啊 小二 客官您什么吩咐 给我们准备一间雅间 得嘞 这边请 请 请 小二 小二 把菜拿上去 好嘞 来 这口酒好 几位爷 请玩用 出去吧 出去把我们盯着点 我们俩要谈点私事 如果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我还没吃完饭呢 自己再点一桌 你点一桌谁靠去 我来扶账 那行 有事就行 成分 又有事 skin 看我们最好 支持他 行动 还有 局非常说 能不能飞 这团队 你还想进去 那一桌不够 你真是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你投降当汉奸了 来 坐下说 来 郑伟 您不是随大部队南下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呢 真是一言难尽 同盟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什么 同盟军不复存在了 我们在撤退的时候 又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妒忌 打射下不到四千人 由姬将军带领组成逃逆军 继续留在平津一带 武装抗日斗争 那董大哥呢 老董回江西去了 江介石调集了十万大军 对我根据的一发动威警 老董作战经验丰富 奉鸣上前线了 组织上现在给我安排的任务 就是让我继续留在东北 联系我们以前的同志 发展重大 咱们的力量 只要小鬼子 还在我们国内一天 我们的反日斗争 就一天不停 政委 有没有我大哥沈家梁 还有三弟汪兆兰的消息 怎么 莫非他们都还没有牺牲吗 我心里是这么希望的 那场恶战 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我们兄弟三人 分三路下山同围 走到半路的时候 我听到我大哥的那个方向 传来了爆炸声 紧接着 我听见三弟口喊着 跟小鬼子拼了命 我当时万念俱灰 我一转身奔下了鬼子 到最后挂不敌重 我跳下了悬崖 可没想到 我没死了 被人给救了 我没死了 被人给救了 就是外面那个徐老凯 我们俩回到战场 可是我们没有找到大哥和三弟的尸首 我这次进城来 就是想打听他们的下落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找到他 可是据我了解的情况 好 柜子方面所有的报道都显示 参加多轮阻击战的同龙军将士 无一人审款的 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然了 柜子方面的报道也都有夸大的成分 也未必能够全新 你这不就还好好地活着吗 你放心 关于沈家梁和汪赵文的消息 我会尽全力帮你打探头的 好了 先别想那么多了 来来来 吃点东西 不管怎么说 咱们的战斗英雄还活着 这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 你吃完饭之后 我会安排地方让你们先住下 接下来的事 咱们一步一步来 啥 不才放这么多大叫干嘛 劝死我 垃圾 老公 伯伯伯伯伯前 咱们在一起 我立不开 盛大哥 这外面下着雨呢 你伤害没好 你坐这儿干吗呀 赶紧回屋去吧 屋里我闯一声来气 我出来特别气 盛大哥 你怎么了 是我吧 我根本就不配做这个大哥 我根本就没有保护好 我的二弟和三弟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当时你们居里三个 说好一起求生 是你先自己做出牺牲 本身的机会留给他们两个 你这就足够担当 能起他们的大哥了 我们当时发的誓言 不求同样同样同时 但求同样同样同死 你要是没救我们的话 那样我就能跟我的二弟和三弟 一起走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反正 不管是谁 只要是没死 就得好好活着 等你把伤养好了 再到战场上去多杀些鬼子 替他们两个报仇不就行 我相信 我弟弟和何兄弟 在九泉之下 要是知道他们这个大哥 还活着 一定也会很开心 王姑娘 我现在对抗战 已经提不起半点兴趣 自从我参军以来 跟日军大小交手不下几十次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弟兄们 撕了一批游戏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却是国土的持续沦丧 小鬼子步步景 中国的国力财务 跟日军的整体实力差对方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牺牲 都没有人 我真的看不到一点希望 行了 沈大哥 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 只要你愿意 明天就跟我们回山寨 咱们重新招集人马 我相信 更不了多久 咱们就可以组建出自己新的抗战队 务 王姑娘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次 封面 至于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和战斗精神 只要你肯答应投降我们大日本皇军 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职位安排 爷爷 我现在只求一死 想让老子给你们小鬼子卖命 你做梦呗 你真的不怕死 打住 混蛋 给我打 来人 打 打死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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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za 小鬼子 打死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投降 不仅能免遭辞罪 还能加官进决 我已经说过了 老子现在只求一死 我的大哥 二哥 还有我那么多兄弟 都在等着我 大哥 二哥 还有我那么多兄弟 都在等着我 等着我 既然这个中国人一心求死了 不如干脆咱们就把他给毙了 黄军优待俘虏 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 你不知道吗 我现在只要他投降黄军 我们帝国需要的 就是这种有血腺的中国人 那些主动投降过来的黄邪军 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而卡普投 只要我们能够把他改造过来 唯有我所用 我相信 他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 是巨大的 大佐说得极是 不过这个中国人极有骨气 油盐不轻 打成这副德性 仍然没有一句软化 恐怕我们很难驯服 硬的不行 就有来软的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快给我想办吧 您请 你会把他推得好 我上车 尖程 快把他抬开 可不可以 我找人 快iration 六 老门 老门 你 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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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跟我走 走 跟我走 快来 说话 我知道 你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 不过蓝星姑娘有任务在身 任务 是 你现在不能贸然去见她 更不能暴露你自己的身份 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听我说 多轮一战 蓝星随着大部队撤退 可是到了半路上 她非要回去找你 后来 她跟汪姑娘走散了 迷迷糊糊走错了方向 被伪军抓了 差点被欺负 她为她保住自己的清白 持刀自问 那她怎么跟黑鸟吉桥在一起啊 黑鸟吉桥 是日本人派到中国的情报科科长 除了搜集军事情报之外 主要负责的 还是如何採夺咱们的矿产资源 蓝星姑娘是和她在医院碰上的 你也知道他们本来就认识 再加上蓝星的父亲 也就是你的岳父 现在已经是宛祝国的亲王了 所以蓝星哥哥 避不开黑鸟吉桥也属正常 哥哥 你是说蓝星也投科了日本人 你别误会 这不是她的本意 是我让她答应 你 我们当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总之 这里面的事情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走 先跟我回去 不行 你就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 蓝星本来万念俱灰 只求一死 后来是在我的开解之下 才明白何为大碍 她之所以接受格格的身份 暗中从事地下工作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将日控全部逐树中华 为你报仇你知道吗 我不要她为我报什么仇 我就想让她好好活着 你 你怎么能让她从事 这么危险地地下工作 我当时也只是劝她先保住性命 接受格格 那只不过是权益之计罢了 我希望她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 隐藏在鬼子内部 暗中为我们 传递鬼子的情报 行行行 你别说了 蓝星的事情 以后你们什么都不用管 我现在就去把蓝星给救出来 谁在那儿 你发现 组织让回时刻和蓝星同志保持联系 一旦发现她身处危险 我们会随时安排她撤离的 一旦发现危险 一旦发现危险 那她就晚了 已经没命了 你这是什么话 你这是严重的不相信组织 不相信党 我看你很有必要好好去学习 学习我们的党场 到时候你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行 等我把人救出来 我一定跟你好好学习 何东平 你现在这样去找蓝星 只会将她陷于更危险的境地 你知道吗 你以为这是哪儿 日本人的占领区 到处都是鬼子和魏军 你一个人怎么救她 以我看 你这不是在救她 你这是在害她 你知道吗 好了 先跟我回去 剩下的事 咱们从长计议 走 康先生 有新的情报 好 马上去找两个面生的同志 咱们的营救计划 可以开展了 是 是 要营救谁 是我们的一位老同志 被鬼子关在了监狱里 我们必须要救她出来 我现在出去一趟 千万记住我的话 切莫擅自行动 好 康先生 他们两个 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 而且面生 应该能够执行着急上路 现在有一个新情况 那两个被抓到的韦军 其中有一个在日本待过 这在他的履历上有记录了 我们可以改了他们的履历 那不行 恐怕鬼子那里 早就有他们的档案了 那怎么办 如果临时从别的地方 调一名有经验的 可以应对鬼子审查的 新同志过来 大概要几天 最快也得三天时间 我们的情报 需要转七把手 才能到达外地 三天肯定来不及了 鬼子的处决名单上 已经有了马老衔 看来鬼子是对他 失去审问的耐心了 现如今 只好破釜沉舟了 这次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两个新同志 不过你们要记住 第一 你们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一旦暴露了 绝不能透露出 半点有价值的情报 第二 如果成功 营救出马老先生 你们就算拼了自己的性命 也要把马老先生安全地带出来 能做到吗 还是我去吧 我跟那个人有相同的履历 我也在日本待过 而且 我在这也算面生 没几个人见过我 不行 你没有地下工作经验 更何况 你是担心 我再见到蓝星 我会控制不住自己 放心吧 感情归感情 革命工作归革命工作 孰轻孰众 我会分清楚 如果我去 我一定会把马老先生给救出来 时间紧迫 你们已经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好 那我就派冯同志和你一起去 不过 任何时候 你要听从他的安排 如果我去 我要自己挑一个人 这个人 他不用演 只要穿上那层皮 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伪裙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即使被鬼子给抓住了 鬼子也从他身上 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 谁 许老卡 你们就是派来审那些犯人的 是 是 是 有什么手段吗 这些抗日分子 就跟毛孔里的石头似的 又臭又硬 打死都撬不开他们的嘴呀 长官 把个字 动之以轻 小之以理 说得容易 哪那么轻松啊 这帮家伙软硬不吃 我都快头疼死了 你说黄军为什么非把这活派给咱们呀 自己审不就完了吗 这咋说呢 这是黄军对咱 比酒的信任 对对对 行了 我就看看你们怎么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我第四监狱的人了 至于给你们安排什么职务呢 容我再想想 过两天告诉你们 好 好 黄军长 到 领他们去大牢里转转 把那些犯人呢 挨个儿给他们介绍一下 尤其是那些马上要处决的 严重抗执分子 先紧着他们审 是 行了 去吧 梁姑爷 谢谢警官 谢谢警官 报告 燕副官 您找我 我让你审那犯人怎么样了 他是一心求死啊 现在连喂饭都得往嘴里硬灌 这是 我都没招了 那俩人谁啊 上门派来的 专门审那些重要罪犯的高人 据说啊 手段多着呢 好多抗执分子 都在他们手里给撬开了嘴 好啊 这我得寇得跟人学学 少跟我在这耍贫嘴 我告诉你啊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他要是再不投降 我就连你一块儿毙了 不是 严副官 这 我一直在想办法 不能就只给两天 黄军的忍耐是有限的 行了 出去吧 是 环境不错啊 二位 来 您看这个 来 这上边 画红圈圈的 那都是黄军最主要的反药犯 尤其是一个买华 听人家说啊 他可是洪匪的人 如果二位能够撬开他的嘴 到他们一点点有的情报 哎 环境会大大的 给他们枪上啊 行 知道了 那带咱去看看 那药犯都长啥样啊 行 走吧 走吧 这边请 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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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这就是药犯时候抓住的 药犯 从他身上搜出了嘶言 狂军怀疑 他和身上的反武装 有关系 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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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比 行了 行 行了 赶紧带我去看看 那个马卫黄 行 这边呢 好 这是太深了吧 你有点黑了 我 你给我记住 你可是上个人的鬼子手 五个人 五个人 就是 就是这个五 哈嘞 我去 五个人 五个人 老同学 五个人 快起来 今天收拾你的人来了 你给我小心点 我告诉你啊 我给杀了五个人 干啥玩意 你 没事 就在这儿人你 打死就打死 黄军不会给咱们回来的 我问你啊 你是想要他的命吗 还是想要他的情报吗 情报吗 那黄军不是有啥次吗 那是啊 你把他整死了 上哪儿弄情报去 行 来 老家伙 咋样啊 狗汉姐 别想为狗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种 老家伙 等着瞧啊 给他整框被子 冻死了咋办呢 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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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t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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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之前搜集的关于马威华那个老东西的资料 你先看看 那啥那十六号那人资料有啊 十六号 哦 他没有资料 他是从多轮送过来的战犯 听说之前是什么盟军的一个连长 黄军大佐特别喜欢他 想把他给劝响了 这小子死活不同意 就要寻死 他说什么我要追随我的结拜兄弟而去 没有 哦 这样 行了 知道了 你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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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